大家好,我現在介紹一下,我新姑娘,教育堂。 我是海法大學東亞系二年級的學生。 我的專業是韓語和中國歷史以及傳媒。 我學了一年半韓語了。 大概兩年以前,我開始在海法大學註冊的時候, 我不知道想學習什麼專業和課程。 我有很多選擇,所以我很恐怖。 海法大學的介紹者建議我學習東亞學, 然後調算一門外語、日語、英語語、韓語。 當他說到韓語的時候,我立刻做了決定。 那個很古老的語言,有很有意思的文字,也有很長的歷史。 我對韓語很感興趣。 現在,我一點也不會選擇了這個專業。 我越學習韓語就越喜歡。 我沒去過中國。 但是,我真的很驚喜地發現很多人已經知道中國。 他們都說中國非常漂亮,人們很友好,文化風俗很特別。 出國中國的人都覺得有很好的經歷。 在大學學習的時候,我開始對中國哲學感興趣。 工夫子和門子都很有意思。 道教和中國佛教關於生活的方式跟西方哲學不一樣,所以很有意思。 我還對中國歷史感興趣。 中國人的歷史跟有太人的歷史不一樣。 中國人的歷史非常長,而且都是集中在中國這個地方。 有太人的歷史很離散。 所以,從有太人的觀點來看。 中國人的歷史很有趣,很特別。 中國文化非常有自己的思念。 為期幾千年。 而且,從中國歷史和文化學習中,可以明白很多東西。 從古到今,中國歷史上出現了很多出名的人物。 這些人的視線和意見都很陷進。 有趣,如果對家古代西方人和中國人的意見。 這些中國人的激進方式很高明。 管理很優秀。 中國人知道如何用不同的方法來合作。 學習那些管理方法的話,可以知道如何做一個好的管理者。 我第一次對中國感興趣。 是從對中國菜的旁邊開始的。 在我父母家,我是唯一一個知道怎麼做中國菜的人。 我父母都會…我父母都會旁邊。 但是,就會做以色列菜。 他們一直很注意我和我大姐的飲食。 但是,菜都會到媽媽呼呼。 從我小孩子到現在,我一直都喜歡… 只是做各種美食。 大概十二歲的時候,一個偶然的只會我說到了怎麼做中國菜。 然後,我開始吃著做了很多不同味道的中國菜。 我真的非常喜歡… 麻辣豆腐、包子、餃子、湯匙油。 雖然,中國人的宗教有很多食品上的規定。 但是,我還是非常喜歡吃油香肉色。 豆腐、醬油和餃子。 但是,一些人國外都不知道這些東西現在都很普通了。 那些東西在我家也吃了很普通的菜和調料了。 一位非常有智慧的人曾經告訴我, 能做好吃的菜的人一定要適合人。 我覺得我一定要對中國人和中國文化很快熟悉起來。 我很感謝你們來這裡聽我的演講。 聽我談談我對中國的可愛。 對學習中國的興趣。 謝謝。